武漢肺炎疫情已經擴散到中國全境 各地政府把過去對待訪民的維穩手段全部都來防疫 當地政府除了逐人逐戶摸牌武漢返鄉的人員之外 網上大量視頻顯示返鄉的民眾家們被貼上封條 甚至用木條釘死 最近幾天 網上還出現大量警察、保安強制民眾戴口罩 所引發的各種拉扯、責罵、打人事件 河南村民王先生說 現在湖北人到哪都會遭遇不人道對待 上海市民馬女士說 很多武漢人到上海了 現在人心惶惶 1月30號有網友發視頻說 中共防疫情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人道危機 湖北人被圍追堵截 一名黃梅縣的男子因為緊急情況需要通過封鎖的路口被打死 視頻顯示 一名年輕男子躺在地上 地上滿是鮮血 家屬陸續趕來 哭聲震天 當天網上還流傳一段視頻顯示 因封路拉繩 導致一人從車上掉下來疑似身亡 湖南一線城發布的紅頭文件顯示 從1月29號起當地實施六級隔斷 村與村間隔斷 戶與戶間隔斷 出現的道路全部封閉 這一措施已在中國許多地方實施 大陸媒體發消息提醒民眾 1月30號起的5天之內 可能是疫情爆發期 戴口罩都不能出門 新唐人記者雄斌 李韻 舒燦採訪報導